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这个苏毅然就是前级管局长 他也说了 接下来我们的战役还很艰难呢 因为4月开始有武汉封城的解禁 那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武汉已经可以让部分的外地人 在必要的条件下离开武汉城了 这个看起来听起来也是蛮危险的 我觉得 还有WHO要解除旅游禁令了 4月对这个中国可能要解除旅游禁令了 同时到时候还会有 我们在旅居中国大陆的人 回来台湾了 所以他也建议只有提高到国安层级 才有办法因应 而且他还建议 他说现在应该投注新力在超前部署 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找感染源 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在找感染源 感染源包括19例很快找到了 还有24例都还在找 现在又有27例 28例 都在找感染源 他觉得不要把利息用在那里 还是要超前部署 我们就要假设说我们会沦陷 或者是整个社区感染 用沦陷的字太重了 社区感染 那你要怎么部署 是不是玉米 对 我觉得这个苏毅仁前局长 因为他自己经历过 那个SARS的那个抗战 所以我觉得他等于说旁观者轻 他比较看得清楚说 现在整个政府在防疫 他的布局上面 是不是重心有 还没有摆对地方 因为从前起的少数零星几个案例 我们去找出那个感染源 那个可能有意义 但是老实说后面发生了这几例 你再去讲他可能是一月初 一月中被感染的 那时候感染源是谁 有意义吗 其实那个意义真的不大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二月二十几号了 你去讲一月初感染源是谁 如果又发现是一个台商 那又如何 现在重点是说 现在陆续有发生这种家庭群聚 一下子就是两个三个的 所以我们的案例从十几个 突然现在也增加到二十八个 那这个怎么办 未来包括美国CDC告诉我们的 你们台湾其实已经进入到 这个所谓社区传播 我们不愿意承认 我们还一直要跟美国阿Q说 这个不叫做社区传播 你这个是资讯的误解 外交部还要去抗议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资源 都用错地方了 美国CDC他不是一个很弱的单位 他其实是个很专业的 连他自己美国境内 他自己都超前部署的概念 觉得美国也是进入所谓的社区传播 所以他是用一个比较高规格来看待说 你这个区域 你这个国家会衍生 接下来就是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苏议仁也是 他是来提醒大家说 台湾即将要面对的是 你不要去期待 不会再有案例发生 而是当这个案例会持续传播下去的时候 我们后面的资源都准备好了吗 特别是医院的部分 我们这些所需要的医疗资源 通通都到位了吗 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教导社区 避免一旦进入这个社区感染模式的时候 我们整个社区该怎么动才是好的 所以现在你看包括新北市 新北市已经不管你政府怎么讲 他就是把新北市做为说 我们一旦进入社区感染模式的时候 我整个新北我要怎么动 我要怎么样让我地方的资源 然后来因应就是最坏的情况 最坏的打算 然后做最好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 我们现在面对疫情该去调整的 来委员 我想苏议仁提到的 有一半是对的 一半是错的 对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要提前部署 这是一定要的 找感染源其实还是有必要 同时也要找感染源吗 因为你看我从19找到20 21 22 23 我从24找到25 26 我从27找到28 我再去把他们附近的 有接触的人 先去做了解检验或隔离 也就是说今天感染源出来 他就是有可能去蔓延 我知道这里有感染源 我先把他抓出来 先把他封住 那怎么会没有必要 所以我是觉得这两个 其实都是重要的事 当然就是说整体防疫部署 提前部署 这个观念是很好 我们也应该要赶快来做准备 欢迎回到 T台真心话的节目现场 有一名14岁的男童 他因为妈妈是中国籍的妈妈 带他到了中国大陆的武汉 去探亲 结果过完年之后回不来了 现在因为他的病 是特殊的这个血友病 他需要一些药剂 上一次我们为大家报导过 我们千里送药给他 现在妈妈又说药又不够了 该怎么办 到底有没有包机 不过在要不要开包机过去之前 有一个论战在昨天 在网路上延烧到不行 这个论战就是说 很多人就在讲说 我们干嘛救他 我们干嘛给他这么多资源 这个血友病的小孩 他是中国籍 他的妈妈也是中国籍 他的爸爸也是中国籍 所以这位马小姐 马女士 他拿到药 这是第一次我们千里 从台湾辗转几千里 几千公里 把这个药用人力 人肉接驳的方式送给他 他很感谢 可是感谢完一天之后 他又在他的个人的 社交媒体上面 大概po了一些文章 好像没有那么感谢台湾 所以也遭到很多 我们台湾的网友的 这个踏伐 或者是生气 或者是一些反弹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在网路上出现了一些 说法 说其实马女士是中国籍 那他曾经嫁给台湾人 可是后来离婚了 他又在 跟另外一个中国上海籍的 男士结婚 他们说 这个14岁的小朋友 写有证的小朋友 其实也是中国籍 所以昨天在网路上 这个护台胖犬 刘士杰他是前外交官 他就说 谁有病童是中国籍 不是台湾籍 他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台湾政府 唯一对病童有责任 义务的连结 就是这位病童 一亲 这个帖子一发不得了了 很多人就同仇敌愧 我的网路上也看到 很多人又跟进留言 包括了这个馆长也说 你我台湾人的资源 就这样被消耗 这样拿着中国的身份 台湾居留要花极大台湾成本 让他们使用 台湾人你知道健保一直亏损吗 必须禁止居留可使用健保 希望各位大立委 竞速立法保障台湾人 讲的这个坑枪有力义愤填膺 那往路上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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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包括说千万不要再说 咸东雨水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 希望健保可以真正用在 真真实实的台湾人身上 中国有药 你们现在人不在中国 你们一家塞口的中国人 你去中国拿 干嘛一定要来我们台湾人这边拿 沸沸扬扬了一个晚上 结果陆委会在昨天的这个 我记得应该是八九点的时候 发了一个声明说 其实在中国湖北的 些有病童 是两岸婚姻在台湾所生的子女 其实她 她的妈妈嫁给台湾人 生下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是中华民国国籍 她的爸爸也是中华民国国籍 来 主导 昨天这一个故事 这个高潮迭期 你有加入论战 对不对 我直接讲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 大家不要针对陆沛的身份 做文章 法律怎么走 如果他依法享有 中华民国的健保 跟中华民国的身份 你可以讨厌他 但你不可以因为讨厌 而剥夺他应有的权利 就像黄安一样 我也讨厌黄安 但我没有办法说 他没有资格用健保 所以我觉得讲白了 等一下 可是如果他是中国人 他可以用健保吗 他如果是中国人就不行 对 讲白了 好像没有依亲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 这盘棋其实很大 你觉得你只是 拿这个陆沛的身份做文章 或是为健保在防御 但其实人家台办 人家统战部不是这样看的 他正好觉得 你在我内部有灾难的时候 我刚好塑造一个外部敌人 可以分散我内部灾难的关注 为什么 因为原来你如果不恨台湾人 你就恨我武汉的官员 恨我习大大做得不好 我现在刚好让你们这些台湾人 听了一个假消息 就来恨陆沛 然后我就可以跟我们这些网友 跟我们这些市民讲说 你看台湾人恨你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